重温经典 以古千金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读孙子兵法 来读虚实篇的第三个部分 进而不可遇者 冲其虚也 退而不可追者 速而不可及也 意思就是发动进攻又让对方无法抵抵 是对阵相持的时候看到他的虚弱和空隙的地方 急进而冲之 得手获利之后迅速撤退 环璧自首 让敌人无法追击我 曹操的注解叫做 足网而冲其虚泻 退又急也 曹操在他的战斗生涯当中 本人就演绎过这样的一句兵法 一仗就为我们把振反案例都给示范了 这就是曹操真张秀之战 曹操打张秀 包围了张秀的城池 攘尘 后方传来报告 说袁绍要称其曹操的虚而攻打许多 曹操不得不撤军 撤军就是要先把敌人打个晕头转向 然后迅速撤退 曹操正机兵不好 然后等着张秀来追 张秀见到曹操后侧 然后联合刘表 两军加击而来 结果曹操只会落地 打破刘张联军 之后迅速撤退 一切就像曹操所计算的一样 就是没有算到张秀帐下有一个谋士叫贾许 曹操得胜撤退 张秀带兵就追 贾许说不能追 只要你追必败 张秀急着报仇 哪里肯定一路追过去 结果被曹操亲自断后 又杀得大败 张秀兵败回来 对贾许说 您能知道我必败 那么您能知道我什么时候必胜吗 光知道我必败 我也打不了胜仗啊 你得知道我必胜 告诉我我才能打胜仗啊 贾许说 现在赶紧带领这支败兵再追 这回必胜 张秀这回听了 也来不及问为什么 就转身就带着部队就冲过去 果然一举击溃了曹操的后备部队 张秀回来了 说贾先生神了 这怎么回事呢 贾许就说 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 曹操来攻打我们的时候 没有打败 他自己就撤了 肯定是后方有事 他不得不撤 他要撤就一定会做好准备 他亲自带精兵猛将断后 将军您虽然用兵很聪明 但是呢 离曹操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你肯定打不过他 所以我知道您必败 他大胜了我们之后呢 撤退又破了咱们的追兵 他认为万事大吉 咱们不会追来了 这个时候呢 他就要全力撤退 他肯定自己就会带着谋臣猛将先赶回去 处理家里的事 留别的将领断后 那留下来的这些将领和兵马 那水平就不如我们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二次再追就必胜 其实你发现撤退啊 是一个大的战术 一定是资重在先 精兵在后 不过宋朝有一个将领叫毕在玉 和精军对垒的时候 需要撤军 他想出了一个超级撤军创意 叫玄羊鸡骨 他把军营里面的羊给吊起来 然后两个蹄子放在战骨的骨面上 那个羊难受嘛 被吊下来 他且那个蹄子一个劲的跑 这时候就有骨神 精兵天天听见 宋朝军营里面骨声雷动 越来越 但是越来越弱 稀稀拉拉 他很奇怪怎么回事 然后摸过来侦查一下 才发现早已是一座空影 人已经撤了好几天 就剩了一堆羊在那 追击也是一个大战术 林彪打战核心就是追击 林彪的战术原则里面就是有一点两面 三三制 四块一脉 三猛战术 我们前面其实讲到分数这个字的时候 学习了三三制 就是军队的编制 林彪自己创的 一点两面就是 一点是集中 兵力猛攻 一点大夸敌人 两面就是两面或者多面包围 不让他跑 消灭他 或者留一个面让他跑 然后在路上再来就唯一点大员 四块一脉 先讲一脉 一脉就是总攻开始的时间要慢 你如果没有准备好就千万别动手 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上级催着也可以抗命 这就是林彪的战术 四块是什么 就一 向敌前进要快 二 咬住敌人之后要准备工作要快 看地形啊 助攻势啊 捆绑炸药啊 不知火力啊 等等一定要快 第三是突破之后扩大战果要快 第四是敌人溃退之后追击要快 三猛是猛打猛冲猛追 集中一点叫巨石积虚猛打猛冲 敌人一溃退就猛追 林彪就强调猛追 他这个思想是贯彻到基层的 他只要看到敌人退就猛追 这个时候不要等命令 也不要做什么准备 这个时候不准备才符合战术原则 准备了就不是战术原则了 也不要怕自己这一方人少 不要怕情况不清楚 也不要怕对方有没有埋伏 追就是了 甚至也不要报告上级 先追一边追一边再派人回来报告 林彪的这个思想就是他战前充分准备 一动手就不给敌人任何一丝喘息之机 一直压着打猛打猛冲猛追 他的部队就一直这么从东三省追到了海南岛 原文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 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就也 我不欲战化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知也 意思就是我想跟他打的时候 他虽然这个高垒深沟 他城堡很高 然后挖了战壕很深 他还是不得不出老鹰跟我打 那是因为我打他必须要去救援的地方 他知道我是雕虎离山 我一点打圆 但是他不得不来 因为我攻打的地方 他是不能不救的地方 这个攻其所必就 前面讲过很多战力 唯卫救赵啊 司马一征辽东啊 其实都是 这里得补充一个明朝的战力 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平南昌的时候啊 宁王的城豪之乱 宁王造反六万大军攻打安庆 十分危急 一旦攻打安庆 攻打下来南京就是宁王的囊宗之物嘛 进入南京 宁王就有了城地的资本 当时的这个明朝的陪都就是南京 王阳明没有挥师去救安庆 而是直扑宁王的老巢南昌 宁王这个时候 唯一的机会就是放弃南昌 拿下安庆顺流而下 称帝南京 机会还是有的 当时的正德皇帝诸后赵 是一个混世魔王 大臣百姓都不喜欢他 宁王只要能到南京称帝 不愁没有人支持 但是宁王放不下南昌的老巢 他舍不得孩子 套不来狼的古训他忘了 他撤军回救南昌 结果在柏阳湖和王阳明的军队遭遇 兵败被擒 造反大业只持续了35天 我不欲战 划地而守之 敌不得与我战争 乖其所知也 我不想跟他打 就是在地上划条线 他也不敢过来 那是因为我能让他对要来的地方心存疑虑 不敢来 乖其所知 这个乖字 古代的意思本来就是乖的意思 后来变成了乖 现在还留下一些词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行为乖章 这个乖就是背离 违背 不和谐 不和情理 不乖的意思 乖其所知 就是在他来的地方 装神弄鬼 让他疑神异鬼 本来可以来的 不敢来了 曹特的诸解叫乖者利也 利其道 势以利害 使敌以业 利就是乖利 也就是别扭 不和情理的意思 这样的战利 在民间最著名的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记 传说中是这样的 就是司马懿的大军来了 然后诸葛亮守不成的兵马 却只有一万人 毫无抵抗之力 这个时候 司马懿如果要攻城 就可以一股作气全部拿下 于是诸葛亮镇守自若 大开城门 还在旁边安排一些扫地的人 安静祥和 那司马懿一看 这不科学啊 他那个时候也肯定想到了兵法上的叫乖其所知 但是万一诸葛亮是讲机就机的 这个永远没有办法猜对了 再说诸葛亮一身为人谨慎 最不冒险的人就是诸葛亮了 所以有扶兵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于是他就撤军了 曾国藩守城 他说过守城最好的就是妙境 怎么一个妙境的 就是让敌人来了 在城下鼓噪 我方不做任何反应 静悄悄的不做任何回应 守城的人在后面躲着 也不在城堕上出现 敌人轻易是不敢驾云体往城堂上爬的 那个刘贼啊 一时也没有那么完备的攻城器械 他们是看我们的动作 在定下一步动作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动作 甚至我们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们就兴奋不起来了 在鼓噪几下 自己觉得没意思 他就走了 我们再来说曹操 史学家说诸葛亮的空城器是编的 说正式的也没那么回事 我们再讲曹操中赵云的空营计 曹操和刘备争汉中这个地方 赵云守别臀这个地方 带了几十计出营查看地形 偶然遇到曹操的大军 赵云且战且退 曹操大军一路追来 然后等到赵云退回营中 大开营门 掩其息鼓 曹操一看 面临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赵云用了兵法当中的一条 叫乖其所张 使敌不得与我占你 就是装神弄鬼想把我吓走 第二就是利而幼之 福而及之 就是他派小谷部队 扬拜来诱我前来 然后射埋伏消灭我 曹操用孙子兵法来去思考 在两个选项当中选一个 这一仗怎么能进行计划呢 如果是赵云安排的 如果不碰见他 那我们根本不可能来 所以呢 是他为主我为客 他为使我为虚 所以呢 这时候不能打 于是曹操就退兵了 所以实际情况啊 在战刃当中往往都是偶然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曹操的分析是错误的 他的分析完全正确啊 他的决策也是在当下完全正确的 明明是赵云得手 为什么说曹操是正确的呢 就是不能以一次得失的结果来定决策 领导者一天要做出无数的决策 很多都关系的生死从亡了 很多关系的一些深远的未来公司的影响和变革 所有的决策都要正确 那是不可能的 现实是什么呢 现实就是用成功来消化失败 用正确来去消化错误 所以我们还是给曹操交出的那个答卷 要打个满分 故行敌而我无行 则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 是以十功一业 而我重而敌寡 能以重击寡者 则无之所与战者约矣 无所与战之地不可知 不可知则敌所备多 敌所备者多呢 则无与战者寡矣 故被前则后寡 被后则前寡 被左则右寡 被右则左寡 无所不被则无所不管 寡者被人则也 重者使人被己则也 什么意思 就是行人而我无行 则我专而敌分的意思 梅耀成的助解叫他人有行 我行不见 故敌分兵已被我 行人这个行是动词 意思就是让他暴露出原形 用各种侦察手段 或者调动敌人 让他暴露出自己的实情 对他一目了然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火力侦察 我们先打他几枪 看他反击的火力点在哪 这个侦察不是盲目的调查 而是有目的的去验证 拿破仑打仗 战前他就会反复思考 脑子里去演习各种情况 好几个月 我怎么样 敌人才会怎么样 然后敌人会在哪射营 在哪埋伏 在哪条线上行军 有几种可能性 到了战场上 他不是派侦察兵说 我们去侦察一下敌情 而是明确的告诉 每一支侦察兵 具体从哪里看看 有没有敌人 也就是说拿破仑的侦察 不是漫天撒网的侦察 而是直接派出去 到具体的地点和路线 验证或者推翻自己的判断 我无形式隐蔽自己的行动和意图 让他看不出来我的军行 不知道我的虚实 这样他就要处处分兵来防我 而我能集中火力 对他虚的地方打下去 所以我专而敌分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 是以十公一 则我重而敌挂 我装为一所以人多敌分为十 所以人少 这个十和一不是人多的十 人少的一 同样的人分成了十个部队 和我同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意思 张玉的注解叫 我能见敌虚实 所以不劳多倍 能集中兵力为一 敌者不然 他看不见我的军行 所以他要分十处防备我 所以我就是以十倍的兵力来对付他了 所以我怎么打都是人多 他怎么打都是人少 这个在谋公篇其实有过 叫用兵之法 实则为之 武则攻之 背则分之 敌则能占之 少则能逃之 不弱则能避之 总之一定在兵力上要占绝对优势 才去跟对方打 双方兵力怎么办呢 如果相当的话 就是靠虚实吧 必实即虚 让敌人分兵 背我 他分散我集中 然后我攻击一点 那就以十即一了 林彪的一点两面三猛 挡住两面 其中一点猛打猛冲猛追 两面获得多面布阵 敌人都得多面防备 其中猛攻一个点 他就挡不住 只有猛打猛追猛冲 一点喘息之地都不留余地给他 才能赢 能以众计刮者 则武之所与战者约意 约就是少的意思 就是有限 我们对于敌人的虚实一目了然 能集中兵力 而敌人不知道我会从哪来 要处处分兵把守 这个时候能跟我们对战的敌兵就很少了 我们就能以众计刮了 无所欲 战之地不可知 不可知则敌 所备者多 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敌人不知道我从哪来 也不知道交战的地点在哪 他需要分兵防备的地方就很多 他准备的越多 其实就准备的越少 因为他能投入和我战斗的兵力就越少 如果他加强前面的防备 后面就会弱 加强后面的防备 前面就会弱 加强左边 右边就弱 加强右边 左边就弱 所以前后左右到处都防备 到处都很弱 寡者被人以 重者使人被击者也 意思就是兵少力薄 是因为被动的戒备敌人 兵多力强 是因为能使敌人到处戒备我 杜木的注解叫 所战之地 不可令敌之之 我行不屑 则左右前后远近显异 敌人不知 亦不知我从何处来攻 何处会战 故分兵撤位处处方 行藏者重 分多者寡 故重者必胜 寡者必败 避前则后寡 背后则前寡 背左则右寡 背右则左寡 无所不备者 无所不寡 这是最本质的道理 做事情也是一样 你只能选一头做 你不能哪头都想站 哪头都想站 最后就是一头也守不住 但是人都贪 站了一头就想站 另外一头 最后就会丢掉 所有的一切 这是虚实的第三个篇章 也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讲的主题 我们下期再来讲 虚实的第四个部分 下期再见